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通过几个反面范例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常用的汉字书写规则 大家看一下咱今天给大家举的反面范例 他们在结构上都犯了哪些小错误 如何去纠正 如果你能全部找出来的话 说明你结构规律学的还不错 咱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你看这个豹子 豹子你看它什么问题 其实豹子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于 它主次不分你又没有发现 你看它横向 撇纳也展开 横也放开 咱能这样写吗 其实大家注意 横向你只能放一个 你不能说两边都放 你上面横也放 撇纳也展开 那你就很难突出竹笔 明白吧 那你看到底是谁 应该把谁放开 把谁收着呢 大家注意 撇纳展开 之前一再给大家强调的是吧 遇到撇纳你一定要放 既然撇纳不能收 那就横收 是吧 所以咱也该把横写短 你看 上面横写短 整个窄 然后突出竹笔 撇纳 是吧 这是豹子 你看 竹笔撇纳要展开 那你看翻字是什么问题 翻字上下结构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字字形很长 而且上下结构不紧凑 你说是哪的问题 其实主要就在于中间这一笔 很多人写翻字的时候 他能注意到撇纳 因为他知道毕纳要展开 但是把这个中间这个树就给他忽略了 中间这个树 咱是绝对不能给他写这么长的 要写短 然后下面的填字往上迎 这样的话上下行进 他就比较紧凑了 一定要注意啊 中间的树是绝对不能写长的 那你看第三个 是是什么问题 式子 它是左右两边的收放关系 没有给他展体现出来 这个左右两边他都有树向笔画的时候 要怎么样 左收右放 右半边的选真数是绝对不能收的 必须要展开 选真数往下伸展 其实他对于整个字来说 还起到一个平衡重心的作用 所以他不能收 那就只能左边收 其实式子整个字形应该是 左边短一些 然后右半边长的 选真数逐笔伸展 然后左边给他写短一些 来衬托这个选真数 明白吧 那你看列字 列字的问题是什么 上下两部分的比例没有搞清楚 你像这种字都不要想 肯定是上面短底下长 上下结构的字 只要下半部分有 树向笔画 那肯定要稍微写长一些 上下结构的字 其实大多数都是上短下长的比例 就好像人一样 是不是腿长好看一些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改正一下 改正完了之后 你来对比一下 你看是不是好多了 咱先来看这个豹子 大家看一下 你看豹子上面头部 树 横折 你看横 横 横 树 树 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一下 上半部分 整个其实是收的比较紧的 你不要给它写的太松散 然后横也不要写块 然后你看 撇往这展开 好 纳画伸展出去 撇那伸展 然后下面的内容往上引 树高 然后点 提 撇点 这是豹子 然后你看我们来看翻 小平 撇 然后点 撇往中间去 注意这个横 我们不要写太长 然后中间一竖 大家注意 中间一竖 一定要写短一些 然后你看 撇画往外展开 撇低那高 撇那展开是没错的 然后下面的填字往上引 你看 上下衔接要紧凑 这是帆子 你看中间一竖要短 下面的内容要往上引 然后我们再来看式 你看式字 左手右方 你看撇 点儿 撇 然后你看 横 又不是对齐的关系 然后竖要短 撇点儿 这是左部 你看整个字形 其实要稍微短一些 然后右部 横 撇往这儿走 你看撇要短 那要长 撇要短 你看那要长 然后 横 两横往上引 注意这两横 要在撇那的范围下 这两横短一些 然后你看 旋针竖往下放 旋针竖往下伸展出去 你看它这个 左手右方 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这是柿子 然后咱来看一下列 列子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横往上倾斜 然后撇 横撇 这里其实是收的比较紧的 你看竖钩 好 短一些 到这停 然后点儿 横 注意你看撇往这走 然后竖体 稍微长一些竖体 下半是可以稍微长一些 然后撇 那 往外展开 这个比较再往外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是列子 最好是下面长一些 上面要短一些 上面要短一些 你一定要上下结构 一定要搞好它的身材比例 这是这几个字的证据习法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能够熟练的掌握 常用的书写规则 你才能真正的练好字 好 咱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下期视频就给大家看 下期视频就给大家看